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又跟大家說一下佛計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的主題是 心若不爭,天必助之 是不是好東西呢? 正所謂出家人與世無憎 你做不做到什麼都不爭聲 我有時聽網友的回應 感情不好,跟男人分身家 讓他告訴你什麼叫一夫一妻制 你說完很帥 但是你是不是贏了呢? 你的心是不是 行了,我真的贏了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有輸贏呢? 會不會贏了官司 然後輸了和氣呢? 或者輸了人格呢? 或者怎樣呢? 我們說的是一個人最高的境界 不爭者 就是人生致敬極致 正所謂上善弱水 水利萬物 而不爭 要做到最高最好 這是最上性的善 我們學佛就是道人向善 講道理也是道人向善 但是現在很多人就是 我要跟你鬥 為什麼? 鬥就是鬥輸 你鬥贏也是輸的 為什麼呢? 一生人有九種不爭 我不跟父母爭什麼 我不跟伴侶爭什麼 我不跟小人爭什麼 我不跟親戚爭什麼 我不跟貴人爭什麼 我不跟領導爭什麼 我不跟朋友爭什麼 我不跟自己爭什麼 我不跟子女爭什麼 如果你什麼都不爭 這個世界你就贏 你什麼都爭 這個世界你就輸 好像和你本身的價值觀有些不同 我不爭取 我還會贏 我不是叫你不爭取 有些東西是需要爭取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爭 是爭什麼 你待會就知道 哪些人不適合爭什麼 待會一聽就明白 我們先講一下網友的問題 好吧 有人就說 他說 五仔其實你有沒有執著過 嘩 當然有 怎會沒有 我以前十八九歲很執著要做藝人 大大廈又很執著要做主角 再想一下一定執著要做好些喜劇 再說 我每天都很執著 我很執著 早上一定是某個時間 過一分鐘都不行 我就要開咪 不過最近那些執著 其實都是我的責任感使然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服務眾生 但是如果以前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種執著就是苦 那你的執著如果是建立於一個服務他人 一個善的上面 那這種執著你就不會很苦 但是如果你的執著是 執著我的頭髮 那種執著長到多少才叫漂亮 又或者我的眉 去到哪個位我才滿意 即是女性有很多 我自己也會 又或者執著一個五官的角度 很多人如果在說外貌上面 其實人就是永恆都會變化 執著有不同的執著 情執我也有很多 執著一定要跟這幾個女人在一起 一定是一定 哪有一定 你一定不能離開我的 其實你對著任何事情 你明白什麼叫十二姻緣 你想得到那件事 而你得不到 求不得苦 這個就是執著 做人不用這麼執著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真正得到 所有都是一種體驗 另外說一下 有人這樣說 他說沒有的 他說我以前嫁給我老公跟我家婆一起住 在村屋養很多雞 過年就殺雞 我殺的 殺得深安理得 他說之後買屋搬出去 沒有地方養雞 就沒有殺 他說如果有得殺 我也敢殺 心術要證就不要胡思亂想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 我做不出 我沒有殺過 你說從小到大 就等於我爺 我爺肯定心術症 他以前煮鮮 湯雞都是他下刀的 他教我的 背部向天人所吃 我看著鮮 在鑊裡 在掙扎 雞臂放血 要殺一隻活的雞 新鮮一點 阿彌陀佛 沒有說心術正不正 佛學那種慈悲心 就是如果你是他 你會怎樣 心術正不正 你的正在哪裏 我殺他為了果福 OK 你荒山野嶺 或者你真的沒有食物 你在大平原 你剛才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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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農村 你是做這些事 沒有問題 你是這樣的 你的生活是這樣的 也沒有人教過你學佛 是學慈悲心 如果你說 我明知道這些事 不是 明知道這些事 叫什麼 其實學佛的一個境界 就是同理心 同理就是 我打你你會痛 所以我不會打你 是的 我殺他 他的命 我不想看著他死 所以佛學裡面有三症獄 他死了 買了些雞腿放在那裏 那你就吃了 不用你做那一刻 因為你做那一刻 你說 我不會胡思亂想 你不會胡思亂想 你已經胡思亂想 說什麼 就是 你不要想大笨象 你叫自己不要想大笨象 我不想大笨象 你馬上想大笨象 你明白嗎 你自己的潛意識 我是教你離苦 你沒有問題 你覺得沒有問題 你是不會寫這段 你明白嗎 你知不知道 做了就做了 是的 難道我踩死一隻蟻 我告訴你嗎 好 我跟著就告訴你 我踩死一隻蟻 或者我不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沒有踩死一隻蟻 我可能我 我最近有沒有搞定小動物 我真的沒有 最近沒有 蟑螂我打死很多 曾經 那時候我沒有學佛 學得這麼透徹 但也有做 為什麼呢 跟這個網友分享一樣 他說我最難做到的 在家裡很多蟑螂 我不殺他 他越來越多 他說我 可以不吃肉 三十年 但是我沒有膽 捉住蟑螂 放生 丟出去 你教我怎麼做 這個 這個 又不同 剛才那個 有情眾生 有血的 很多東西比較接近 為什麼有些人吃 半數有魚 有海洋生物 其實 陸地 又近些 暴雨類 又近些 家禽又遠些 有情眾生 有聽過 豬會哭 魚都會痛 這個事實 你去到蟑螂 這科 我又不是昆蟲 你遠了些 但你都會生辭悲心 但有個大師這樣說 故事是這樣說 那個和尚仔和師傅一起過河 那艘船上岸的時候 壓死了很多魚 和尚仔看到 他問過師傅 他說 我有份回答 你有份回答 船家有份撐船 乘客有份回答 加船壓上岸 我看到他壓死了 現在的罪孽是誰 那個和尚 大師說 罪孽是你的 他為什麼 因為你多事 蛤 眾生投胎去某一個位置 他成為一個生命體的時候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為什麼他是一隻蟑螂 被你踩死 為什麼他不是一個地產商有錢人 來踩死你 你明白我說什麼 為什麼他是一隻蟑螂 為什麼他不是一隻蟑螂 他其實很有錢 他是一個權貴 他不是 為什麼那個權貴要踩你 你要踩一隻蟑螂 所有事情都是因果 你覺得罪孽大不大 如果你說玩東西 濫散無辜 我見過有人把老鼠綁在那裡 然後跟他行公營 剪了他的生殖器 然後整班人在那裡笑拍片 罪孽深重 但如果你說他真的影響到我的生活 然後我用一些方法解決他 然後是一種對他一種祝福 我希望你下一輩不要再做害蟲 或者今世這樣 我們下一輩不要再有仇恨 總之是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說過在六道裡成為畜生 他最嚴重是因為他如痴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也不可以改變 總之他一出生就要走入你家裡 然後就被你殺 我就可以說到這裡 你怎樣對付他 我不了解 我也沒有建議給你 我只可以告訴你 只要你家裡很乾淨 如果你搬到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想你很難跟蟑螂、老鼠結緣 搬到一個高樓大廈 很乾淨的地方 很綺麗 很少會見到蟑螂 這是真的 在這方面 我比阿希希 沒有他那麼慈悲 前段時間在沖繩 有一些臭蟲 是臭蟲 他拿著一隻杯子 蓋著把他放出去 然後說他當失爐而已 所以他很好的 現在正在煮劇 我是危世界 有因果 你看到嗎 我告訴你 你心裡怎樣想 怎樣看 是有不同的頁 回到你家裡的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問題回應 另外說一說我們今天主話題 不爭 人若不爭 天必助之 幫你 幫你走好運 是不是 凡事不求十分 只求盡心 這些適合學生歌 求學不是求分數 又說要爭考第一 又說爭入這間學校 要學新聞女王說 餓狗搶嗎 對 做這行誰不搶 搶收事搶頭條 搶獨家搶人才 那就爭吧 爭男人 爭玩具 爭功爭名 爭利 爭到又怎樣 再爭 爭勁一點 凡事不求十分 只求盡心 萬事不講圓滿 只求盡力 盡力做 盡力做 有時候的事情 說不完 不要後悔就可以了 應該的出發點不是爭贏你 我一定要贏你 你永遠是我對手 這樣也不要 這樣也不要 誰是你的對手 我自己是我的對手 我不喜歡跟別人爭 有些人說 參加這個比賽 參加那個比賽 什麼比賽 我不喜歡 好像我有個朋友見你冠軍 輸了比賽他又不開心 我說我在我角度看你贏 有什麼用 那個評判判你輸 你知道嗎 你明白嗎 你又不開心 你爭什麼 你明知道自己是最好的 你是一代宗師 難道一代宗師 經常出去跟別人打架嗎 文無第一 一無無第二 我打架一定要打贏那時才是中師 經常出去跟別人打 打到輸為止 你當自己是什麼 鬥狗 還是鬥雞 對不對 有時候的事情去到某些位 你拿了一個成就 你就是要轉型 基本上 有些人很喜歡爭 什麼都爭 爭完自己 爭輸又不開心 你這麼介意勝敗 更加不應該爭 贏你才開心 輸你不開心 但是你說 不爭又不會進步 這樣 不是 我今天好過 昨天的自己 我明年好過今年的自己 行 差什麼 挺好玩 好像我這樣 我以前 我覺得拍四條片很累 很負能量 我不是 現在拍五條片 我自己一天 可能連續拍五條片 我覺得很輕鬆 那我就進步了 我爭什麼 接著 有些人很喜歡跟我爭 這個拍這麼多 又說我這樣 又說我那樣 又要拍得住我的流量 又拍得住我的出片量 做什麼 其實賺錢 怎麼說 你有這樣的平台 給你去賺錢 已經有 其實都已經很舒服 有些人以為我是 你經常出片 很辛苦 因為貪錢 不是 這個工作量是我 承受得到 我不是看著誰 因為他今天出十二條片 所以我要出十三條 不是 我是 有很多的時間 做事 但是我也有很多的時間去玩 這個是我人生 我安排 我和自己交代 我不需要鬥贏你 鬥這個鬥那個 我不需要 當然 你奮鬥你才知道自己的潛能 但是你奮鬥的對象 就不要說找誰來 什麼 不過有些競技類 不能說 如果不是這個世界 哪有 跑步冠軍 九秒九 但在普遍人的心態裡 我們不是運動員 我們不是 就是 整天鬥有錢 鬥高學歷 鬥這個鬥那個 又是鬥女的 又是鬥女的 誰比較漂亮 有沒有人鬥一件事 就是鬥 鬥快樂 鬥滿足 對 什麼都是有數字的 有數字 你考第一 我考第二 因為我輸給你 所以我不開心 這個是讀書教你 你媽媽 你爸爸 你老師教你 考第一考第二 第二 我輸了 我完全 當然 我現在已經成為了答案 我以前 我考第一 我試過 考最後 但我覺得 因為那個只不過是一個過程 也不是那個答案 我現在就可以說是我的答案 是的 但是 有些事情其實很無謂 你想想有多少人 是因為這些無謂的事情 你跑去自殺 有的 是有的 所以你爭到走火入魔 是出事的 是出事的 我們就教大家不要出事 是的 生活所有的糾紛 可以總結為一個字 就是一個爭字 這個世界的吵鬧 勸話 磨擦 妒忌心 怨恨 勾心鬥角 以餘我詐 即是你騙我就是想 拿了我的東西 是不是 你跟我鬥 就是想拿我的東西 勾心鬥角 是吧 怨恨 我很討厭你 為何你這樣 我要和我依賴 爭你多些時間 吵冤架 所有事情 歸咬一個字 就是爭字 在日常生活中 深空闊一點 你就不會爭 你要我給你 好笑 我記得和阿伯爭位 在馬場 不是我爭 他是他爭我 什麼事 你知道很多阿伯 放一份報紙說自己 一份報紙放在這裏 一份報紙放在這裏 一個位置就沒有報紙 我朋友坐了下去 我坐那裏 有份報紙在這裏 他那份報紙 我就放在隔壁 一走過來 隔壁有位 走過來 那個位置是我的 我說 你想坐我給你坐 不是你給我坐的位置是我的 他說 神經病 這個位置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坐的 我說 那我讓你 深空闊一點就爭不起來 不然那場交際 就是 每個人進來 都可以坐這個位置 不是放一份報紙在這裏 那個位置就是你的 大家都是給10元進來 出去抽 這樣就死了 打架了 用不用啊 用不用啊 爭嘛 到你在那裏 做什麼 讓一下人 這個意思 你的深空 你其實是不開心的 剛才發哥的歷史出來 是不開心的 到爭名俗來 德塞 看得重 那你就爭吧 德塞看輕一點 又爭不起來 對 你當目標看低一點 你又爭不起來 與世無爭 那好不好 這樣 有什麼好不好 好像 有些人說 當我開始拍這些影片的時候 有人說 你不做演藝 你不拍片 拍drama 你不唱歌 已經 已經 那 他就開始在這裏說 開始在這裏說很多話 很多話 比如說 你都不做這些事情 那 那 你應該做那些事情 你都不做這些事情 那 那還有沒有人做這些事情 有啊 我發覺 真的 你不爭的時候 門檻好像低 有些 這樣也能做到 這樣也能做到 但是你好像很為我著想 但是我想問一下你 我沒有飯吃的時候 你有可憐過我嗎 我窮的時候 我有問你拿過錢嗎 甚至 分分鐘 那些說話的人 其實 我真的做一個作品出來 你有給我一個讚嗎 那我人生我選擇什麼 關你什麼事 你明白嗎 我把我的目標降低 我不爭 但是我生活得很好 我全家都生活得很好 我以前我去爭 我全家都生活得好不好 包括我媽媽我女兒 我身邊所有人 為什麼我要爭 原來真的你不爭這個世界 你找到自己應該去 身處的位置 你所有東西是順到不得了 當你不爭的時候 你會做一些事情是 嘩得心應手 是啊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進入了 人生的最高境界 就是怎樣呢 這樣 教一下大家 有些什麼不要爭 真的不要爭 平常心 這些是佛學 其實 不同父母 不爭口舌 鬥嘴 你贏你對 應該是這樣 其實呢 這個世界沒有說對和錯 你拿著觀點 我們那時候看的社會運動 社會紛爭 又這樣又這樣 唉 當然有人又說 那我對著家人都不說真話 我對著外面也是假話 這樣的人就很慘 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對著世界 每個人都說你心裡認為的真話 我想你 除了不開心之外 我想你還會很快被抓 這個世界 有人跟我說過 其實你走出房門門口 你就已經 你就已經是一個面具 不過我這樣說 我不是想戴個面具 我只是告訴你 隨便吧 我又不會影響到你想什麼 我只可以影響到我想什麼 很簡單 如果我影響不到你想什麼 但是我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想用我的說話改變你 那我便很不開心 如果你不順著我走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我改變我的說法 然後你跟我相處得很舒服 那你對我自然不會起降 根本上那些人吵架 吵架都是無厘頭的 你不認同他那樣東西 好像你那些死小子 你搞到這個世界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都不是說那樣東西 只是說認不認同 是否對嘴型 那他是這樣 你相信他一次 你下次便不要跟他討論話題 很簡單 話不投機半句多 但是我們都不需要得罪任何人 包括你父母 是不是 這樣而已 下次就不要談 或者他說的 是的 我也覺得是 那你個人便很舒服 你回到家一樣有湯 一樣有雞腿吃 老母對著你一樣很開心 就是這樣 是不是面具 不是面具 這些是孝順來的 孝順來的 你聽我說 另外 跟家人 跟老婆 跟老公 男女朋友 不要爭對錯 哪有適合和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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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上次聽完我講的那些夫妻 那些 說溫柔語 就算你明知道你適合和錯 說話出來 不要這麼暴烈 不要這麼光烈 是 你不要當我是活佛 有人問 五仔 你是不是不會生執著 傻了 我出生 那我就不用出生 我不是活佛 我是學佛 一樣會有情緒起伏 我現在是看了一些學佛的經典 跟大家分享一下法部師 希望自己去到處境的時候 不要走錯那一步 即你有得選擇 人生就選擇 你跟伴侶爭對錯 其實都玩完了 看看誰忍誰不住 不爭對錯跟伴侶 跟小人不爭道理 那個人是不喜歡你的 你跟他說道理是浪費 傷你的那位 會將你貶到底 去理會亦無謂 這是陳偉廷的歌 那套扎跡的主題曲 我覺得很有道理 傷你的那位 會將你貶到底 再理會亦無謂 說什麼道理 敬小人而遠之 你跟他講道理 然後說不完 你就會吵架 然後就打架 然後可能就坐牢 要避 做人 跟親戚不爭窮 親戚不是拿來比較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拿這些人來比較 如果李嘉誠周圍跟別人說 你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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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跟你說 你貧窮 他會跟差不多等級別人說 但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 哪個兒子 考上去找工作 兩萬多元 我兒子不同 兩萬五 他兩萬多 肯定沒有兩萬五 差我幾千元都說 真的說 但可能你兒子上班 你有錢 他窮 你不是接濟 你窮 他有錢 他又不是接濟 你說什麼 直接提也不要提 提也不提 相和氣 說錢相感情 喜歡 大家一起吃飯 開開心心 說無謂話 關心一下大家 說笑就好 不增窮婦 我有聽過 很可笑的不爭窮父母就是親戚 我在天衰圍看那些拿公援的老伯 去馬會贏了馬很開心 你買多少錢?20元住 他說50元住也不怕死 兩個都拿公援的老伯 很寒酸的老伯 關你什麼事人家贏的不會分給你 你爭什麼?人家贏了還要去笑別人 死紅鬼,寒酸都死 在我第三者眼中 世間有很多東西看 所以觀字是觀察世間的聲音 觀世音 觀察世間的聲音 看看人家發生什麼事 另外 和貴人不爭名利 那個人是幫助你的 你不要在這裡和他計較 計較那個 誰比較大力 還有那個利益 好像你分大份 但是你想想 如果沒有他,你是沒有這個錢的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趕走貴人 當然你會覺得他找你 但是貴人和小人都是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 我都後悔 我曾經遇過一個導演 他說我 他說我貪工 十多年前 剛剛做網台的時候 自己編劇編了一個角色給自己 是相當好的成績 我是想拿一個機會 其實我沒有錢花的 沒有辦法 要爭取一個機會 好壞不壞說給老闆聽 其實是我編劇的 老闆問我三次 真是你編劇的 後來我升了 做那個節目 坐了他的位置 可以這樣說 但是那個導演沒有解僱 也是在那裡做的 然後他說 他說你 你覺得這些是你一個人的 是你一個人的成績嗎 我當時會覺得沒有我 不會有這套網劇出來 但是其實是他們幫我的 後來沒有面左左 沒有這些事情 有回過電視台 有合作的 但是 沒有 之後沒有再做事 沒有一起做事 這是一個經驗 告訴你 跟貴人 不要爭名利 如果不是 那個貴人 都會疏遠利 當然 當然 我已經超越了那個境界 他幫不了我什麼 在現在這個時刻 可能有幾年 他可以關照我 或者什麼都還沒有 我只是一個例子 只是一個例子 我現在分享這個經驗給大家聽 另外 這個最重要 不是殺頭 告訴你 跟你的領導 你不要爭高低 功高蓋主 大忌 你看新聞女王都知道 你是把所有的功 所有的功 是給了大哥去領 有些事情 長做是長有的 尤其是我做這行 演藝 我可以多說一些給你聽 就是說 譬如有些人 是一輩子都不做正導演 一輩子都做副導演 因為導演 一次就玩完了 即是他的名字 我拍一些東西出來 是虧錢的 就沒有 但反而有些人 那些人是不爭高低 和那些大 永遠做你的助手 做你的助手 他做你 可以做你的助手 做他也可以做他的助手 那些人是最賺錢 是的 不爭高低與領導 這是一個生存方法 你自己想想 上班也是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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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所有事情 與世無爭 你就很安全 你什麼都爭 你就很 什麼都不相信 和朋友 不要爭面子 你真的不給我面子 這些都不要說出口 很肉酸 朋友都不能做 和自己都不要計較得失 跟自己不爭得失 得就得失就失 不是太嚴重 我們盡力 這個不爭不是代表 完全不爭取 是盡力而為 但是去到 得不到你預期的效果 如果你好不開心 就求不得苦 八虎裡求不得苦 你會很慘 心裡有在地獄 另外 跟孩子不爭背份 沒有大沒有小 舊的一輩子就是這樣 現在的家長要好 就當我兒子是朋友 朋友才能聊天 我是你老爸 你這樣跟我說話 激到爆血管 這個戲碼 起頭一句 寫出來 爸爸說 我是你老爸 你懂得分背份 然後這場是吵架 吵架 兒子 最近在玩什麼 朋友 跟孩子爭背份 就是一個 不是很融洽的家庭 當然 你說 你要保持傳統 傳統是誰傳下來的 你自己的心 傳統是你看別人這樣做 你又這樣做 嘗試什麼都嘗試 做人 是不是 當然你說 在某些 國家 傳統思想 會有這種 君君神神父父子子 但是去到 佛學一個叫無我的境界 對他人 都沒有這個心 無我 學到無我 你說和自己的子女 又要不要這樣擺款 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你越爭越沒有 越爭越沒有 我和我爺爺 我很尊敬他 他從來都不會 他從來都會笑 你猜 你猜你擺款 你就有款 這個世界 你明白嗎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是不是 我尊敬我爺 發自真心 他從來都不會 告訴我 我是你爺 沒有這些事情 我也知道 你生我出來 你帶我多少年 你生我爸爸 你生我出來 我一出生 你已經是老人家 我用不需要 因為你告訴我 你是我誰 然後我才尊重你 有些事情 越爭越沒有 所以 為何不爭 就是這個世界 人生最極的境界 為何不爭 就是最好 天必助之 因為那些事情 你本身是有的 你越想去拿 你是越沒有 是的 人生在世 其實只有三萬幾天 只有三萬幾天 只有三萬幾天 誰是你誰是他 哪有你和他 我要我要 一向都是理想 怎樣怎樣 唉 活在他人的世界當中 有時候 用了很多時間 去做一些 對自己的靈性上 是沒有進步的 有些事情 你去巴結人 討好人 你覺得別人真的喜歡聽嗎 你當別人傻嗎 我真的見過一些 在世界做事 你會見到一些人 你會覺得 那些人 我真的見過一個朋友 我每次 我每次說 無論是失敗愛情 和這些朋友 都是同一個人 很有趣的 他喜歡 我們大家做同一份工作 他去巴結那個老闆 什麼歌 什麼歌 最英俊 他說 我們這麼多人 當然是我英俊 不過都不夠 什麼歌 其實很噁心 那個人不是英俊 是矮的 只是他出錢給你 每天出五百元給你 這些人 我不喜歡跟他們聊天 一來 很膚淺 他這些是巴結不到大人物的 我有巴結過大人物的 但我所謂的巴結 是全部講吉士 講膽量 你看大歲哥就知道 他給你一些重要的東西 全部不是你做狗 黑回來的 是真的 如果講講入世 如何跟別人處於世 我講過一次 我怎樣可以做了網台 執行監製 我第一次見到老闆兩天 我跟他說 我看了你公司兩天 我們成公司 沒有人會做網絡 你有沒有想請我 那他真的請了我 人工多高 你知道這個世界 一些有料的人 只會看得起一些 他覺得自己有料的人 如果你在旁邊做太監 他身邊太多 他是不行的 如果你要入世做事 但你說到 如果你要吃安樂茶飯 就與世無爭 這才是佛學 剛才我說的不是佛學 那些是入世做人 但我覺得 好像釋迦馬尼佛 他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跟很多大師 所謂的高人 都討論過 人生怎樣可以離苦 什麼才是人生的意義 講完一大論 他為什麼會成佛 那些大師都覺得 這個人是天才 很聰明 釋迦馬尼佛 但是他都覺得不夠 他有些事情覺得不夠 然後才去菩提樹 然後就有懸通的智慧 其實他到最後 他不是跟別人爭 他想去學一些事情 到最後 他是要 他要得到的 是得到自己都覺得自己 得到的 那個學問 那種態度 那種想法 是戰勝自己 爭 爭 就跟 昨天的自己爭 但去到最高的境界 都不用爭 放下一切 這樣就即身成佛 所以你跟天下奸 如果結這麼多的樂園 這個人生 真是披荊斬擊 你怎麼不披荊斬擊 我剛才跟你說的 那些 反過來 跟父母 就頂嘴 跟伴侶 就在理論 誰對誰錯 跟小人說道理 跟親戚 就是鬥有錢 鬥窮 跟貴人 就在 雖然這份東西是你利益我的 但我覺得你給我少了錢 爭名利 跟老闆鬥高低 我比你厲害 為什麼你吃著我 跟朋友 爭 誰有面 鬥 跟自己 就經常 跟自己過不去 一天贏一天輸 爭得失 輸了我不開心 贏了我開心 跟兒子說欠貝份 你想想 你的人生是失敗到不得了 如果你 這樣去爭罰 所以為什麼說 不爭就是 最高的境界 和 是一個 天會助理 其實根本就不是 佛學就是一個減法 你減了無謂的東西 你就得到 放下三件事 貪真痴 放下分別心 放下妄想 放下執著 剛才所說的 你爭的就是 分別心 我和你 分別心 執著 我一定要贏你 執著 還有妄想 我妄想 我比老闆厲害 天外有天人 內有人 為什麼不可以舒舒服服 安守本分 真的 時運到的時候 他自然要走 你自然就會上 就是 緣分到了 他想留下也沒有 或者你離開了 然後比他更厲害 有一天 緣分到了 只能夠這樣說 有些人 以前是跟一個人賺錢 後來 不是因為想贏他 但是在外面 轉個回合 打個回合回來 他本身跟他賺錢 跟他賺錢 可能已經有錢的人 很多很多很多 都大有人在 他不是爭贏他 爭回來 是做好自己 走到過一步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說其他的忽線 拜拜